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Carlon Sager 這瓶酒基本上是很多名人婚宴必備的紅酒 當中最為人所熟悉的就是周杰倫 和坤寧在台北的婚宴 現下的四款酒入面 其中一款就是Carlon Sager Johnny Depp也是這個酒莊的粉絲 不過早幾年他們離婚的官司搞到滿城風雨 這就無謂說這麼多 這瓶酒雖然價錢也不便宜 平均每瓶都要接近一千元 但他每年都會大賣一次 全因為這個心形的酒標 這個心形並不是近代為了Marketing而強硬加上去 而是真的有它的歷史原因 實際上這個酒莊的歷史 在波爾多的左岸 Magda的列級酒莊裡面是數一數二的長 由十二世紀開始就已經有造酒的記載 當時他們的酒莊名叫做 Ducalonne 相傳是源自拉丁文的 Carlonis 意思是指 在Magda區的河流裡面穿梭往來 用來運送木材的船仔 不過要數它酒莊最出名 而且令酒莊改名改名的那件事 就是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當時被法國國王路易十五 稱為葡萄酒王子的喉雀 Nicolas Alexandre Marquis de Ségur 他同時擁有三間酒莊 分別是後來成為一級莊 但當時已經名震天下的Lafitte Latour 以及今次的主角Carlon 這位莊主雖然長期都是在Lafitte和Latour釀酒 但有人問起他 他最喜歡哪間酒莊的時候 就說出受後世傳重的名句 雖然我在Lafitte Latour釀酒 但我的心在Carlon 在我們這些酒鬼的解讀 就當然覺得莊主是喜歡Carlon 多於兩間一級莊 不過後來出現了另一個說法 話馬Chris會這樣說 是因為他心愛的老婆 長期留在Carlon釀酒 就將他對老婆的思念 寄到在酒莊上 不過無論是哪一個解釋 都阻止不到酒莊成為了情侶之間的大熱酒款 他的酒莊名和Label 也由當時開始改為Carlon Ségur 以及有一個深型的圖案 時至今日已經有幾百年歷史 他的三間酒莊 雖然說就同樣在波爾多左岸 但實際上是屬於不同的酒村 Lafitte和Ladou是在南面的Poyer Carlon Ségur 就在相對比較低一點的Santa Step 你可能會說 講驚嗎? Google寫 用腳走都是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我沙田走入大埔都不止 有什麼思念 哈哈 是的,不過考慮到當時道路的規劃 不可能有現在那麼好 再加上當時路易十四、十五年代的法國 經歷各種對外對內的戰爭 現在一個半小時的腳程 在那個年代絕對不是說去就去到 講完浪漫史 就開始講一些實際的東西 酒莊去到一百五五 在拿破崙三世定立的平級裏 為列三級酒莊 而且就算在今天 它的品質仍然維持到這麼高水準 所以不要想著它是賣樣的酒 實際上它是真正有列級酒莊的實力 不過這麼長歷史的酒莊 就無可避免會有低潮期 在這裡要留意 如果你沒有Like這條片 或者Subscribe這個頻道 出去買酒是很容易中伏的 哈哈哈哈 在上一任五女莊主接手之前那幾年 Talon Sager出現了好幾個比較差的年份 分別是由1991到1994 這幾年在Robert Parker的評分裡面 只是徘徊在七八十分左右 不過坦白說又不是很關走莊事的 那幾年波爾多 要是很大雨 要是嚴重霜凍 其實大部分波爾多酒莊都不能含臉 除此之外 Calon Sager的品質一向都很穩定 所以我覺得 比起選一個好年份 倒不如選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 好像結婚拍拖的紀念年份 更會比較好 在他們的葡萄園 相比起其他酒莊 有件事是非常罕見 他那60公頃的葡萄園 由1855年 訂立列級酒莊開始 可能是因為有石牆圍著的關係 一直都沒有擴充過 亦都解釋到 他質素這麼穩定的秘訣 他們葡萄品種的種植比例 大致跟他們成酒的醞釀比例相符 現在園中中 56%的Cabalic Sauvignon 35% Merlot 7%Cabalic Franc 和2%Petifedot 清一色紅提子 所以這個酒莊是沒有出白酒的 再講一下這瓶酒的風格 作為情人節和婚宴酒的常客 無毒有偶地 他真的有種朱古力味 不過雖然這樣聽起來 好像很容易入口 但其實他的酒 是屬於既濃郁又粗獷的大隻仔型 沒回十幾年的ageing 都不是那麼容易放入口 就算他完全age舊 都絕對不會是活潑過香液 情人節的時候 如果是女生送給男生 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男士們 不想憑實力單身的話 就千萬不要送這瓶給心儀的女性 雖然說靜莊的卡朗 是由歷史因素而設計出心形的酒標 但酒莊又怎會放過這個這麼好的商業策略 由2013年開始 他的庫牌酒和三牌酒都改名 兼加一個深深logo 我試過他的庫牌酒 Marcris de Calonce 就算喝新年份都很不錯 比起正裝 他的果味會更加突出 如果只是為做節 而本身雙方都不是飲家 純粹想情人節 選擇紅酒配牛扒的話 二三百元的庫牌酒 絕對適合你的要求 不知有多少人懂得預告這個酒莊? 如果你還有存貨 不妨告訴我 我也很想試試 今次的影片到此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